欢迎回来 随着苹果秋季发表会的时间是越来越接近 网络上面也传出了不少的消息 最近就有科技网红爆料 国分很关注的刘海大小并不会做出改变 但是手机的荧幕会变得更大 而且镜头还会搭载雷射对焦 可以提高拍照的效果 而美国知名的投雇公司也指出 在明年苹果会推出一款平价版本的iPhone 12 大约台币两万元有找 圆弧方形机身搭配金属感外观 iPhone 12的刘海大小一直引发民众热议 如今有最新消息指出 iPhone 12系列的刘海size不变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不止一幕变大 i12 Pro机种将支援雷射对焦 系统全面升级 美国知名证券投雇公司还指出 苹果将在明年初推出一款更平价的手机iPhone 12e 大约在549美元到649美元之间低于2万台币 银色半圆体搭配五颜六色条纹充满未来感设计 这是苹果即将在新加坡并海湾开张的漂浮苹果直营店 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水上苹果专卖店 而它的对面就是另外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路以为东旗舰店 不只在新加坡开展新店面 还传出苹果网络商店也要在印度插旗 目前苹果在印度是透过第三方供应商 而这次宣布插旗 不只因为看好节庆带来的消费旺季 更是因为印度在智慧手机市场上 未来有高度的成长机会 东森产天新闻张展黄富翔综合报导